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我们今天说一说海外华人在最近一段时间 以至于以后几年的时间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 这个话从哪里说起呢? 我收到了一个朋友,一个粉丝,一个我的频道的观众的一个请求 他说愿意付费,请教我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的一个方向的决定的问题 他那人呢,在美国是个公派出去的一个留学生 然后还有一两年呢,估计就要打到恢复了,要回中国了 但是他人又不想回去,所以他现在他太太呢 也在美国,也在陪着他读书 然后他太太呢,有点日语的基础,日语还不错 所以他就在犹豫,到底是留在美国呢? 还是去日本呢? 总归就是回中国是不大想回去了啊 但是实在没办法,也只能回中国了 所以他希望给我付点钱 完了以后呢,让我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呢,也没有开这个,这个什么 付费提问的这么一个,收费提问的这么一个业务 所以钱的事就算了啊 但是呢,这些日子呢,我有点忙 一直就没有给你回邮件 但是我心里是记得这个事的 所以今天呢,就正好呢,有一个话题 与这个有点关系啊 我们就说到说到啊,就扯闲片 大家去放轻松一点 最近呢,全世界啊 对我们海外华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妙的啊 他们说加拿大这样的地方 很多人其实是非常不喜欢华人的啊 但是我们的重点呢,是想考察一下 中国周边的,也就是亚太地区 这些国家对华人的一个什么态度 然后呢,我们再来,哎,这个 就这个朋友的问题啊 我们提几点建议啊 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啊 大家姑妄听之啊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数据啊 我拿到的是一个民调的数据 应该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反映 就是关于对中国人的一个态度 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到底呈现一个怎样的一个局面 所谓的正面的评价有多少 负面的评价有多少 有个大概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看这个台湾啊 台湾虽然是同一个中国啊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我们都是所谓的农的传人啊 但人家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啊 人家台湾的护照跟我们都不一样 所以你别硬啊 不要觉得台湾是我们的一个省 没有的事儿 台湾就是个国家 所以台湾这个国家 对中国大陆人的这个负面的评价 现在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十亿 这个正面的评价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台湾人是很不喜欢中国大陆人的 只要你去了台湾你操一口普通话 人家就斜眼灭力就不喜欢 没什么好说的啊 所以呢中国大陆人呢最好是没事找事 别跑到台湾去人家不欢迎我们 因为大家都说的同样的语言 很极很容易方便交流 同时也很容易引起冲突啊 你如果是因为别的语言日语或者韩语啊 人家也不知道你说什么 所以通过口舌吵架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反而要安全一点点啊 这是台湾 第二就是日本 日本对中国的负面的评价 中国人的负面的评价 现在已经是爆棚了啊 已经到了百分之八十五 只有百分之十四是正面的评价 日本呢其实这些年代对中国呢是 哎呀是怪怪的是吧 但是他们整体来讲是也是不大喜欢中国人的 呃但是因为在文化的层面上 多多少少有一点内思嘛 儒家传统文化嘛 所以呢加上日本也要搞经济嘛 中国人爱买东西嘛 也就这么一个纯金钱层面的一个相互的利用而已 所以呢你去日本去买东西呢 他也知道你不文明 知道你是一群野蛮人 也不怎么管你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们对日本人是防范的 所以从这次这个全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不安全的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之后啊 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了85% 韩国情况也跟台湾差不多 韩国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啊 对中国人的负面评价赢到了63% 正面评价只有34% 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呢也是 哎呀像藕断思连吧 或者是五味杂陈啊 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 他就任韩国临时大总统 他是在中国的上海 所以韩国人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 啊而且在韩国很多啊就是怎么说呢 贵族啊或者说是身份比较好的比较高级的人啊 他们都或多或少会说一点中文啊 韩国的真正有文化的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啊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跟中国中国人的关系呢是 啊我后来我我了解了一些韩国的情况 我发现他们是有一种时空的错觉 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感情 事实上是他们对民国的感情 就是蒋介石搞的时候 这个李承晚在上海就任总统的时候 给他主持总统仪式的就是蒋介石先生 那国民党和这个韩国人呢是走的很近的 他跟中国的共产呢跟土共 他没什么嘛无关系啊啊 所以呢他可能韩国人在这方面呢 也许是对历史不了解 也许也许是怎么低 总归他们是比较懵圈的啊 但是他们对韩就中国呢是有 对中国人呢是处的也是跟日本人一样 处的一个五位杂陈的一个很复杂的局面里面 所以他们现在因为这个啊全球这一种恐慌的事情 对中国呢也是非常的反感 到了63%啊菲律宾也是啊 菲律宾呢这个他们的对中国的厌倦的程度啊是54%啊 正面的评价是42% 菲律宾这个地方的人呢是比较狡猾的啊 这个一方面呢中国这些年给了他特别多的钱啊 一动一给就是几百亿美金 而且不仅仅习近平给他美金还给他们武器 啊虽然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啊在南海的问题上啊打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官司之一啊 然后为南海的事情啊而且中国是败诉的 但是呢还是想这个拉拢菲律宾啊不想跟菲律宾搞那么简巴鲁张的什么 但是菲律宾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建立妄议的国家 菲律宾是个很复杂的国家啊菲律宾和夏威夷曾经是作为美国的两个啊 州存在的啊也就是说当时非夏威夷跟这个菲律宾都是美国的两个殖民地 然后呢美国人呢表文明嘛就让他们公投啊全民投票 决定是到底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呢还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们自己说了算 最后夏威夷的人呢就是投票就觉得还是当美国的一个州好了 所以今天夏威夷就是美国的一个夏威夷州啊 但是菲律宾呢进过投票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呢美国呢就保持了一个比较疏远的关系啊 这就是两个地方的人啊投票所决定他们的一个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所以美国啊菲律宾呢是一个跟美国时远时近 但是他跟美国的关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啊 在某种意义上菲律宾就是美国的一个加盟国真的啊 你别别以为菲律宾是怎么的 他跟中国人绝对是保持距离的 所以他对中国人也是非常厌倦的啊 然后你我们看看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这个对中国人的厌倦 对中国的厌倦到了57% 比那个菲律宾还要高 然后这个印度尼西亚呢到了36% 所以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话 最近中共就是欺软怕英嘛 他怕美国但是开始攻击这个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的民意已经到了57% 不喜欢中国了 然后澳大利亚要主持一个国际的独立调查 所以中国人呢他不敢惹美国 他惹澳大利亚还是没问题的啊 这是街头村头小流氓忘了做派啊 欺软怕硬 这个印尼就不说了啊 印尼对中国是对中国人向来是不友好的 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排华事件啊 就发生在印尼啊 现在他们对中国人的反感呢也到了36% 印度呢也不行到了46% 我说这么多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数据跟大家说一遍呢 要要要要要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 你到底是留在日本呢还是留在美国呢 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呢你无论你留在哪里 这个话对所有人都管用 对所有的好爱华人都管用 你要切记记住我的话 我真不是吓唬你们 再也不要当一个所谓的这个永久居民了啊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拿护照啊规划 再说一遍一定要规划啊 一定要成为一个日本正儿八经的日本人 要规划 要成为日本的公民 要有选举权投票权啊 要享受他的一个国民待遇啊 不是说一个永居的待遇啊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是是是是是这么说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就是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啊 我我至少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认为你留在美国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啊 首先是你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的不友好 美国人也对中国人的也非常的反感 加上现在美国收紧的这个移民啊 念这个投资移民和这个EB1 也就是这个杰出人才移民 政品都停了 你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封建档口 你想继续留在美国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你当然不能回去了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去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这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我是比较了解的 日本呢它是希望你成为它的公民 你住了五年 你有五年的工作 然后你最好是规划 你成为了日本的公民 这样的话你 你是其实是很容易拿到一个它的身份 尤其它的公民身份的啊 但是你如果是只是想住在日本 成为它那个永居身份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绿卡 日本人是不大欢迎这些东西的 因为他觉得你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体系之外 这不是个办法 他不希望有太多这样的人 你要来你就彻底来 所以很多人很多中国人去日本以后 他很聪明 他很快就决定意识到我要成为一个日本人 然后他就有一个规划仪式 宣誓忠诚于日本这个国家 这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推荐你去日本呢 因为你的太太日语不错 你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又年轻 也有一定的这个知识训练 你去日本以后不见得 非得搞什么高达上的工作 你当一个普通的一个一个职员 能够做一份南领的工作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啊 这样对你的孩子也是特别有力 我认识一个日本的小伙子啊 他就是自己学了一点日语 然后大学的就跑到日本留学 然后他在我看他什么都不会 他就除了一个是会玩游戏 游戏是日本人的游戏 电子游戏他会玩 第二就是什么他会集于日语 就这样 但是他居然就留在日本了啊 现在还在大阪呢 而且买了房子啊 而且这个在那边把自己的老婆也接过去了 生了孩子 而且后来有一点有 有一点他告诉他已经成为日本人了 规划了 哎呦我就感慨吧 你天呐啊真的 他基本上就是在我们 在我这种所谓的知识的眼里 他就差不多就等于一个文盲 就小屁猴嘛是吧 但是他很聪明 他成功的在日本落脚啊 从此他的整个家族 他的孩子 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多聪明的一个人了 对吧 所以去日本其实是很容易去的 我说到日本我就讲一个故事啊 我在日本外务省做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请我们过去做考察日本的这个企业啊 然后我就是跟他们聊天 由此一聊到说 我说你们日本这么缺人呢 我看到很多70岁老人还在当酒店的门童 给人搬行李 这太残酷了 那为什么不从中国这个引进一批男领工人呢 然后人家听了呵呵一笑 他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啊 因为日本呢缺劳力啊真的 尤其缺这个男领的这个工人 比如说日本特别缺保姆缺家政工啊 安倍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妇女走出家庭去上班 进入这个办公室 但是妇女走了以后 日本的家庭谁来照顾呢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妇女结了婚以后 通常都是留在家里 比如说山口百会 她结了婚以后她就留在家里 她就让三婆有婆出去工作 她自己成为一个家庭妇女 这是日本妇女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人家就说 我们是打算请一批这个家政工 但是我们是打算去菲律宾去引进飞庸 我们没打算从日本 那从中国引进一批这个这个家政工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觉得你想想一个一个家政工 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日本要的就是这种能干凑能干实活的那种人 而不是要你的所谓的这个高水那高大上的人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其他的国家可不可以考虑 比如韩国 韩国当然可以考虑韩国也很好 但是韩国它的情况比较特别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韩国人 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因为韩国它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它也对什么呢就是对朝鲜族以外的人 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韩国人 除非你有特别杰出的才华 你是可以的 而且你要有一定的收入 好像是你在韩国成为一个韩国公民的话 你至少要有五倍于韩国的人的平均收入的五倍 那是很高的一个条件啊 你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收入 你就首先你的钱上面过不去 韩国人中国人最好最容易成为韩国人 那是哪一种人呢 是朝鲜族的人 所以在韩国你要是遇到一个中国人 他十有八九啊 十有八九绝对是十有八九 都是朝鲜族的人 朝鲜族的人呢 首先他们自己是有个民族的认同感 其次朝鲜族的人 他们虽然是朝鲜族 虽然说的是中文 虽然官方的语言是中文 但是他们还是会说一些韩语 所以他们去了以后的语言没有障碍 基本上没有障碍 可能说的没有韩国人那么好 但是交通是一点问题都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个汉族人 然后你又没什么钱 你成为韩国公民的概率是非常低 非常低的啊 其他的地方 印度呢 也不在地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全球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排华 但是我们中国人长得跟这个日本的跟韩国人的跟台湾人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嘛 你就是粗略的一看到你基本上分不出来 如果你平时收拾的干净点搞的时尚一点点啊 打扮的好一点点 男人女人出去的光鲜一点点啊 基本上人家是只要你不说话 人家是判断不出你到底是日本人 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 日本人和韩国人都爱讲 都爱打扮 都爱讲究 不不喜欢那人拉他 所以你去了日本去了韩国以后 你最好是把自己收拾的漂亮点干净点 时尚一点点不要吐巴拉鸡的 所以综上所述啊 我认为你这个朋友去日本的可能性是比较好的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谢谢大家